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一些上背放鬆運動 上背就在我們的背部的上方 在我們的肩胛骨的兩側 那這個地方的肌肉群非常的難運動到 所以今天這些運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來訓練一下我們的肩胛骨的動作 來幫助我們放鬆上背部的肌肉群 有哪些族群你需要呢 第一個如果你是肺癌的癌友 你可能要做一些上背的擴展運動 這個是需要你適合你的 第二個如果你是乳癌的癌友 你有做背部的直皮 這樣的運動也可以幫助我們放鬆我們的上背肌群 延展我們的疤痕組織 第三個如果你是長期躺著 活動量比較少的癌友 你可能也適合這樣的上背放鬆運動 來增加我們關節的活動 放鬆我們的上背肌群 好 我們接下來就準備來看看有哪些運動吧 那肩胛骨的運動 我們一般人是很難體會到他的運動的這個感覺 那這時候要教給大家四個動作 來訓練我們的肩胛骨 我們的肩胛骨效率如果好一點點的話 我們的這個上背放鬆就會效果會好一些些 我們需要運用到四個英文字母 第一個英文字母是歪 好我們只要把我們的雙手舉起來 比出一個像歪一樣的英文字母 這時候呢你的背夾緊 好 我們維持在這個姿勢5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好 如果你覺得你感覺不到那個感覺的話 請你做一個挺胸的動作 請你挺胸起來 盡量把它撐開來 背部夾緊不要移動 好我們再做第二個英文字母叫做T 好把手水平的打開 一樣背部夾緊挺胸 5 4 3 2 1 好來放鬆 第三個英文字母我們要用到的是W 好W的話我們要把兩隻手 靠在我們的腰旁邊 好放輕鬆挺胸背夾緊 好停留在這個姿勢 5秒鐘 5 4 5 2 1 好來放輕鬆 好最後一個我們要用到的英文字母是L 好我們把一隻手舉高 好一隻手打平 呈現一個L的形狀 好這時候動作的重點也是一樣的 胸挺起來 背 夾緊 好停留在這個姿勢5秒鐘的時間 這隻手保持水平 5 4 3 3 2 1 好來放鬆 這四個運動呢 讓大家可以放鬆我們的肩甲骨周邊的肌肉群 當我們的肩甲骨的旋轉效率好一點點的時候 穩定度高一點點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上背部肌群放鬆 來減少我們的上背部肌肉痠痛的問題或關節僵硬的問題 那怎麼操作呢 其實就在家裡自己站著練習或坐著練習都可以 那時間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個時段 早中晚 每個時段呢 每個動作你可以做五次 每一次呢 做五到十秒鐘的時間 好四個動作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練習改善 上背部肌肉痠痛或是僵硬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肩甲骨 那我們就去砌踢踢踢蹴 好幾個動作 好幾個動作 我們在家裡做肉痠痛之餘